今天回家的時候替他一個箱子 天吶,看看我發現了什麼 這不是來自日本BMXMO BMXMO,BMXMO BMXMO的MALCLEAN M7旗艦25kpa 電動吸托無線吸吋器吧 嗯?是我的錯覺嗎? 怎麼唸起來有點像秒可力 BMXMO,我幫你們想到好機的諧音了 MALCLEAN VKC 是的,我們又要推薦好東西了 首先我們用筷子打開 打不開,直接用手好了 旗艦16件配件全配 哇,一次排開看起來超級煞氣的 如果他在網路上創腳 那ID應該就是 萬煞氣喵可力M57 震靈歐冷光漂浮 你惹不起歐靈正 WaDKC萬 之類的吧,聽起來真是中二爆了 但是我超喜歡 嗯?這個跟板機一樣的槍型開關? 你以為它是一把槍? 其實它是一個吸塵器 哼哼,猜不到吧? 不說,人家還以為我是偽裝成打掃人員的007 我們來把它組合起來 M7考量了我這種大空間的使用者 它有著25KPA的旋風吸力 但是卻只有1.41公斤的超輕重量 因此我都讓出一隻手來滑手機 這並不是我在裝B 而是這吸塵器也太有B味了 給你們偷看一下 這間是我的錄音室 這應該是完工之後的首次亮相吧 我找到一間贊助商來幫我試做吸音工程 關於這個之後專門做一集影片跟大家分享 錄音室的地墊是特殊採取的軟石吸音板 常常帶有靜電 這時就可以用電動二合一地刷來整臉 這是錄音室的吸音蛇型簾 就接上短刷來清潔它吧 吸完地板之後吸音的效果變好了呢 大家都知道我很愛組鋼彈模型 在剪塑料湯口的時候 碎片常常會亂噴到地上 萬一不小心踩到 就會按摩到腳底的經絡穴位 很不方便 M7的前方配備了LED照明燈 照一下馬上就知道哪裡有碎片 過得去的是藤原拓海 過不去的是藤原填海 LED燈開啟 再黑的秋明山也清晰無比 髮夾彎超車一般的靈活角度 各種死角都可以簡單搞定啊 組裝鋼彈的塑料湯口噴得滿地 就用它來好好的吸得乾淨吧 哇!天啊! 直接帶吸塵盒幫我組好了 讓我們用吸塵器來吸吸塵器吸進去 吸塵盒裡面組起來的吸塵器鋼彈 吸得乾乾淨淨的 太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啊 很乾淨 很好 同時M7還有這個電動濕脫自轉刷頭 這根本是廚房救星啊 它自帶一個可以拆卸的水箱 櫃地板持續灌住水分 一些地面上乾掉的污垢 就用這個來清潔乾淨吧 濕濕的脫去地面上的乾垢 實在是濕狗一捏 同一台機器換上除塵盒刷頭 看好了 機身喝是乾淨的喔 經過了10分鐘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吸出超多東西了 滿顆滿鼓的嗶 看起來相當俊 整理吸塵器大概是打掃的時候最煩的事情了 可是在M7上面就變得很簡單啊 方便的一鍵倒灰功能 不沾手直接倒進垃圾桶 帥吧 而且它標配的附贈了兩個離電池兩個充電器 超強的70分鐘續航力 電量根本用不完啊 另外我真的要說 這大概是我看過長得最美的吸塵器了 功能性這麼強 但是卻又長得很好看啊 這不科學啊 這次我挑了木質晶的M7 不使用的時候立在錄音室裡 完全沒有違和感 直接融入背景裡面了 整體來說 貓克令M7這台電動濕透無線吸塵器 可以說是萬元以下吸力最強 也是CP值很高的選擇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今天的開箱時間就先到這邊 星期天的開箱時間我們下回見囉